歡迎收看小熊老師 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要進入到一個新的主題 就是對數LOG 那這一集也會收入在高一上試用的單元 就是我們在高一上學LOG的時候就會 去了解LOG是什麼 很多人學LOG的時候一直在亂算 尤其是在學過LOG的一些計算規則之後 大家就會沉迷在相加相成 然後把他次方搬去哪裡的這個計算裡面 反而越來越不清楚自己在算什麼 回想自己當初學根號的時候 有一個數字 平方丸會是5 應該寫X平方丸 如果會是5的話 我們就說X是根號5 X平方丸會是A的話 我們就說X是根號A 那為什麼要有這個符號呢? 因為平方丸是5的這個數字是無理數 是無窮小數 講不完的 所以我們不能每一次講說都講說 那就是那個平方丸是5的那個數啊 我們沒有辦法這樣子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要有一個簡單的稱呼他的方式 或者一個符號代表他嗎? 像P代表圓周率對不對? 那根號5代表平方丸是5的那個數 那我現在有一個數字 如果2這麼多次剛好就是3 這是一個數字 這有一個數字真的就是 2這麼多次剛好會是3 但是他不是有理數 如果2平方的話是4 如果2三次的話會是8 2的一次是2 這個我們都知道 對不對? 那如果2到底幾次是3呢? 如果2這個 1.5次就是2分之3次這根號8 他還比3小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到我這個數字是比1.5大 1.5大 那但是到底是多少 我講不出來 真的有這麼一個數字啦 但是我講不出來因為他是無理數啊 對不對? 那我們要去算的時候 我們不能每一次都講說 就是那個2如果這麼多次是3的那個數字嘛 所以我們就約好用一個符號表示 這個數字就是 如果2這麼多次就是3 所以如果今天喔 問你喔 2的露個2三次是多少 我都不知道露個2三是多少 我怎麼知道2這麼多次是多少呢 那就是你沒有 然後馬上的吸收這個 內化這個 定義 那我們剛剛學一個東西當然就是會這樣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做一些練習 讓自己內化這個定義 因為露個2三 就代表2這麼多次是3 所以如果2真的這麼多次呢 他就是3 這樣懂嗎? 那為了要讓我們能夠 每一次看到露個2的時候 都能夠去正確的想像 他 這個 運作起來是什麼樣的情形 他的這個定義是什麼概念 這個數字大概是 怎麼樣的意思 而不要到後來只記得怎麼算而已 那 我們要來做一些練習 我們來看 露個A B是框框喔 代表A如果框框次是B 注意一下這個框框就是代表 要露個A B這個數字啦 就是說 A如果這麼多次 是B A如果這麼多次是B 那這麼多次到底是多少 就等他兩邊這個東西是一樣的 A如果這麼多次是B 那這麼多次是多少 寫在這裡 這樣子 好的 所以咧第一個 露個2 8 如果有2如果有這麼多次是8 就是2要幾次是8 幾次 3嘛 對不對 來 這個按個暫停自己 把這下面幾個做起來 那我們直接往後看 往下看 露個4 1 2 這什麼意思 4的幾次是1 2 所以4的幾次是1 2呢 你如果聽我講 沒有辦法心算直接拿到答案 你就要寫喔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在這個時間點在練習 所以你要讓自己把握機會練習 4的幾次是1 2 還記得我們前面在指數那裡學習這個東西 我們是怎麼做的嗎 我們可以先換到 底數2 如果我這樣寫下來你就知道了 那代表你前面指數那裡練習得不錯 如果我這樣寫下來你沒有馬上寫得出這個地方 那就代表你指數學來不夠熟 所以我們指數學的熟一點對數這裡會吸收的比較好 我們可以換成底數2 4的幾次是2 2的幾次是1 2 4的2分之一次是2 這裡的1 2是代表開根號 不是用乘的喔 不是說4乘2分之1是2喔 4開根號是2喔 開根號是1 2分之1喔 2的幾次是1 2分之1 所以這裡要注意一下喔 就是老師在給學生做的時候 當學生太不懂的時候 或是忘掉太多的時候 他會自己猜 4喔 4 2分之一次是 所以說乘2分之1喔 那這個是不是要乘1 4分之1啊 這樣 那他是完全理解錯誤 所以說4要幾次是2分之1呢 負2分之一次 其中的2分之1提供根號負提供導數 你也可以先把它變導數 變成1 4分之1 再開根號變1 2分之1喔 所以這一個 LOG4 2分之1是-1 2分之1 那如果剛才講的這個你有懂的話喔 按個暫停喔 把下面寫一寫 好 如果你剛才已經有做了的話 那我們直接來看喔 1 4分之1幾次是2 如果我這樣講 你沒有馬上想到這個畫面 你就要寫下來喔 1 4分之1的幾次是2 幾次一樣 如果你沒有辦法馬上寫出來的話 你要先寫 這個已經是2了 我還可以換什麼 先換1 2分之1啊 開根號喔 不是說乘多少 開根號是1 2分之1次 導數是-1 所以這個也是-1 2分之1喔 可以嗎 -1 2分之1這個數字就是把 1 4分之1把這麼多次是2 在這裡稍微提醒一下 我們剛剛講說這個 LOGAB就是A的幾次是B嘛 因為很多時候A的幾次是B 是無理數 LOG23 LOG25是無理數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符號表示它 就好像根號3 需要一個符號表示 什麼數字平方圓是3 那你看我們現在寫出來的又都是 有理數 那你可能想說 那我為什麼 就不就寫2分之1 -2分之1就好 為什麼要寫LOG4分之1 2 是這麼說沒有錯啦 是這麼說沒有錯 但就是說我們要給學生練習思考 我都不能總是無理數嘛 那我LOG23等於什麼 就等於LOG23 它就沒有東西可以算了 所以我們這裡出的 的確最後都會是有理數 那這個不要太 感到太奇怪 就是為了讓你們去思考它啦 1 4分之1 來LOG1 4分之1 它是什麼 1 4分之1的幾次是1 8分之1 還記得嗎 如果我直接寫答案呢 1 4分之1先2分之1次 變1 2分之1 然後再從1 2分之1 3次變1 8分之1嘛 那如果你在中間你把它變成了2的 也行啦 只要你走得到 1 4分之1變成2的話 我們剛剛已經示範過了嘛 你要先導數再開根號 然後這個要先導數再3次 所以它就會變成 1 2分之1乘負3 4 2分之3 對不對 來這個LOG4 2 根號2 如果你沒有寫出來可以給你一個提示 2 根號2其實是根號8 4要幾次是 根號8 先變2 開根號 那2要幾次是根號8 如果你能直接答出來 這個答案是2分之3次 如果你不能的話 就先開根號 就再2分之1次 再3次 所以是 4分之3次 那根號2幾次是8勒 這應該可以直接理解 先平方變成2 再3次變成8 可以嗎 那再練習一下 但是我們這次我們換個方向想 如果LOG LOG A框框是C的話 代表 A要幾次會是框框啊 那個答案是C 所以說 A的C次是框框 所以這裡 這是什麼 9要幾次會是這個 的答案是-2 所以9的-2次是這個 這是 81分之1 那這裡我們先這個 穿插一下名詞的解釋 我們會把 寫在下面的這個叫做底數 然後這個B的部分 我們會叫它增數 就是 在 這樣子的討論裡面 你應該可以理解到 其實這個增數就是說 算完之後的 2的3次 對8 那個8 有沒有 9的-2次 1811 算完之後的那個數字 那 9是代表底數 那-2呢 -2就是次方 就是指數的部分 可以嗎 好來 按個暫停想一下囉 那我們直接寫 這個很簡單 可以理解 因為這個位置就是它的這麼多次 所以9的四分之三次是多少 9要四分之三次 那你要先四分之一次啊 四分之一次是從二分之一次 二分之一次來的 所以它是先開 更號變3 再開更號變更號3 再三次 變這個 更號27 也就是3 更號3 那如果今天 你一開始看到9的四分之三次 你先選擇把9三次了 你就會變得比較難 算 你就會變得比較難算 那 那 對 我就會勸阻學生 就是 我只要看到他先把9變三次了 我就跟他說 等一下 建議你先四分之一次 那這個是技巧啦 這 沒有 沒有辦法 這不是對錯的問題 這技巧的問題 來 下面這個 有寫對嗎 5的-2分之一次 只二分之一次是更號 負號是倒數 所以這是更號五分之一 寫五分之更號五 這個 標準化 負 二分之一的負三次 負是倒數 三次 是八 四分之一的二分之三次 二分之是把它開更號 變二分之一 然後三次是 三次是八分之一 八的六分之五次 一樣 這裡的六次 其實你先三分 你先 開三次更號 再開二次更號 會比較好算 這也是技巧 就是說如果你一開始就先開更號 會比較不好想 所以你先開 三分之一次 變二 再 二分之一次變 更號二 再 五次 沒位置去 再五次 那是更號三十二 可以嗎 所以是更號三十二 那我們寫四更號二 換第三個方向想 LOG的什麼B是C的話 代表什麼的C次是B 所以LOG什麼 27是6的話 代表什麼的6次是27 反過來說 什麼就是27的6分之一次啊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我們在指數率的時候有講 如果A的N次是B的話 A是B的N分之一次 這個的6次是27 所以這個是27的6分之一次 那其實跟剛剛一樣啊 先開三次更號變成3 因為27是33次嘛 所以27開三次更號變成3 再開二次更號 這個答案是更號2 更號3 這樣可以嗎 這個 這是裡面唯一的就是 就是 不常見的無理數啦 什麼東西四次了是3 所以這個東西是3的四分之一次 它是 就是四次更號3 來按個暫停喔 下面的自己寫一寫 等於說除了剛才的那個之外 其他都是 要不然就是有理數 要不然就是二次更號的 那你有按暫停自己寫一下嗎 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東西四分之一次是9 所以這個東西是9的四次 那9先平方變81再平方 80加1的平方用乘法公式 是6400加160加1 所以是6561 什麼東西的-2次是8 所以這個東西是8的-2分之一次 其中的2分之一次代表更號 所以它是更號8的-一次是倒數 所以是更號8分之1齁 也就是2更號2分之1齁 上下同乘更號2寫4分之更號2齁 標準化 什麼東西的2分之3次是8分之1 這個 如果你剛剛沒有寫 現在應該馬上寫齁 要能夠寫對了 因為我們看到它有多次 就光是今天就看到 這集就看到兩三次齁 就是說它一個數字平... 開完更號再3次是8分之1嘛 所以反過來它是8分之1的 先開3次更號再平方齁 這是4分之1 什麼東西的3分之2次是3 所以它是3的2分之3次 先開更號變更號3齁 再3次 更號27是3更號3 這樣子你都有寫對嗎 所以下面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齁 增數是整個 算出來的數字 然後這個 LOG值是指數也就是次方的部分 好 那我們這集就先練習一下 到底什麼是LOG 下一集開始跟大家介紹LOG的一些 簡單的 我們會先介紹簡單的計算規則 以適合高1使用的部分 然後開始一些符合高1能夠用的題目 後面再開始展開高2對數這邊的姿勢 那我們先上到這裡 我們會先練習一下